银血病为什么会自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玉南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银血病是免疫介导的、多基因参与的 遗传因素和多种缓准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疾病 因此它是不能自愈的 但是在临床工作中 银血病患者不要而愈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人体存在一个与生俱来 自发作用的自愈系统 是人体得以维持健康状态 人的自愈能力有增长与消退 现代人由于精神紧张、工作劳累 以及一系列环境因素 致使人的抗病自愈能力处于一种下降的状态 那么比如在银血病中 一些发病与精神因素和心理因素 有关的这种患者 他一旦精神和心理因素解除了 银血病病情就可以自愈或者是就可以缓解 并且维持相当长的这样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大多数患者还是得通过规范化的治疗 对病情实施有效的控制 那么有的呢就可以做到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不复发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是达到临床的治愈 银血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一样 是一种多基因参与的复杂性的疾病 目前的医疗水平还不能完全治愈 因此不要盲目的相信 可以根治银血病 可以根除等不负责任的谣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